叶小琼在杜兆鸡面前话本来就不多 杜兆鸡吩咐的是 他就算不会 从来也不敢说实话 资本家花钱雇人 不是要听不会的吧 叶小琼又不懂的 都是当场答应了 事后再自己慢慢弄明白 问人也好 查资料也罢 哪怕是通宵不睡觉 他也一定会把杜兆鸡吩咐的是做完 不是掐了点做完 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去赶 老板说明天给他一份文件 不是指明天下班前 而是明天上班的时候就要准备好 若是东西让老板不满意 也能有修改的时间 所以叶小琼没见识过拍卖会 他也不会多问 等到现场亲眼见识过了 那就知道了 在路上 杜兆鸡让他去买套更好更贵的衣服 叶小琼也没去解释自己工资有多么不够话 说这些有用吗 只会让杜兆鸡觉得他这个秘书不够专业 经过几家高档服装店时 杜兆鸡让司机停车 二十分钟 能搞定吗 你人逛街很麻烦的 杜兆鸡陪他妈咪和妹妹们逛街 他们能逛一整天 叶小琼看着光鲜高档的店面 努力保持镇定 老板 二十分钟我肯定出来 杜兆鸡就喜欢办事有效率 叶小琼亲手倾脚下了车 他是从豪华公务车里下去的 导购小姐都生了一双富贵眼 热情招呼着叶小琼 夸他身材好 长得漂亮 气质好云云 叶小琼只对他们笑 一件衣服卖得贵自然是有道理的 灯光下那剪裁和质感 让叶小琼都看得不眨眼 吊牌上的价钱 却让他心脚痛 在这里买套衣服 他在称龙集团上班 攒下的积蓄就全没了 正在叶小琼为难时 有人从天而降救了他 自然不是杜兆鸡怜香惜玉 而是柜台处 有个女人拎着好几个袋子在退货 店员态度很好地检查着衣服 真的很爽快得退了 叶小琼看得眼睛发直 买东西还能退吗 这在内地简直不能想象 那些国营商店的营业员 态度一个比一个恶劣 敢把穿过的衣服拿去退货的 叶小琼闻所未闻 香港真的是处处都和内地不同 叶小琼怕弄错 还确认了一下 在你们店里买衣服 能退吗 导购小姐一愣 这不是半猪吃老虎的低调 而是真的没钱吗 叶小琼毕竟是从豪华公务车上下来的 导购小姐态度也没变 道客人是可以退的 只要衣服没有污迹和破损 吊牌完好 在半个月内都能无条件退换 叶小琼再不迟疑 直接就在店里换上了和他积蓄相当的套裙 从进店到出店 只花了15分钟 杜照姬不知道叶小琼在服装店是如何纠结的 随便看了一眼 觉得衣服还行 就让司机开车 叶小琼是又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如果他的脸皮足够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大概都不会犯愁正式场合要如何穿得得体了 他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 又为自己的后颜感到可怜可悲 叶家几代都是读书人 是书香门第 如果知道他连读书人的节操都丢了 祖宗们恐怕会失望 但要死守这老规矩不变通 他怎么出人头地 只会被人欺负致死 最近叶小琼已经很少想哭了 想哭就抬头看天 不让眼泪流出来 软弱的人在内地活得不好 那在香港也不可能活得好 很快 杜兆基要去的拍卖会就到了 这是在一栋别墅中举行的小型拍卖会 杜兆基刚到 就有人送上了印刷精美的拍品手册 杜兆基随手塞给叶小琼 你看着选两件中档价位的 一会提醒我举牌 来拍什么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宾客 秘书就是用来做老板不想做的事呀 杜兆基把手册塞给叶小琼 叶小琼老老实实的比价 册子上价位最低的 起拍价都要三万港元 是个鼻烟壶 据介绍是乾隆年间的 叶小琼仅从图片也看不出什么苗头 他就觉得这些香港人真有钱 原来二少说的拍卖会 是古董拍卖 香港哪来这么多古董 还不是从内地过来的 翻过了三万的 起拍价就来到了十万 就算中等价位了 不知道二少喜不喜欢 这个康熙年间的玉藻花瓶 叶小琼又翻了一页 陡然瞪大了眼睛 起拍价十二万 明代画家 他的手指死死扣在拍卖手册上 这幅画他怎么会在这里 叶小琼整个人都在抖 他丢了读书人的节操并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他还丢了祖宗留下的东西 叶家再穷再落魄 都舍不得卖的东西 动荡那些年查的紧 不管那些人怎么逼问 叶家都咬死不徒口的东西 却在眼下出现在了香港某个拍卖会上 叶小琼红着眼眶 浑身都是利器 喃喃低语 太过分 太欺负人了 就是因为他懦弱可期 所以才落到今天这地步 叶小琼翻动着手册 却只见到了一幅画 和画放在一起的其他东西 不知是没被卖掉 还是流落到了别处 杜兆基正好走过来 问道 拍卖会马上开始了 你选好没有 叶小琼翻过了原本看好的花瓶 强作镇定 老板 您看这幅画怎么样 其拍价十二万 明朝一个画家的真迹 杜兆基很小就出国念书 对华国的传统文化懂得不多 他眼睛在拍屏手册上一扫 道 可以 再加一个别的 叶小琼差点喜极而弃 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赚够钱把花买回来 但这花若叫别人买去 他以后更难寻回 叫二少买下是最好的选择 二少对这些东西根本不在意 如果他将来攒够了钱 向二少说明原委 二少很可能把花转卖给他 杜兆基奇怪地看了叶小琼一眼 看了拍卖手册 能把自己眼睛看红 听说他要买下画啊 紧绷的肩膀都放松了 你懂这些东西吗 叶小琼顿了顿 不知道杜兆基是什么意思 想听他说懂还是不懂呢 叶小琼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略懂一点书话 要是说不懂 以后这种场合 杜兆基不带他来怎么办 叶小琼还想看看 能不能打听到其他东西的下落 杜兆基是真的有点吃惊 他不喜欢传统文化 却知道 要培养出懂得鉴赏的人 非常不容易 叶小琼这个土妞居然懂 看来还有些来历 杜兆基忍不住 多看了叶小琼两眼 他比刚进公司时 要出挑不少 不像其他女人那样进行打扮 但静下心去看叶小琼 他长得其实挺秀美 和他那股沉静的书卷气挺搭的 对 就是书卷气 杜兆基之前就小有疑惑 叶小琼和公司里那些女人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同 现在他知道了 是带着书卷气 还真是巧了 别人也是这样说他的 大哥杜兆辉有匪气 江湖气浓厚 他则从小是会念书的乖仔 杜兆基是没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书卷气 他国外念书时的女同学 玩起来一个比一个风 有的在国外放浪行海 回港后又装乖女 倒是叶小琼 像是从固纸堆里走出来的老学鳩 努力在适应这个新世界 杜兆基看得叶小琼一脸紧张 也没有细问 很快拍卖会就开始了 叶小琼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每举一次牌是五千港元 一开始的鼻炎湖只炒到四万港币 但之后气氛就越来越热切 叶小琼最初为杜兆基选的那个 康熙玉造花瓶被炒到了二十九万港币 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跳 终于到了那幅画 十二万的起拍价 有好几个人和杜兆基竞争 叶小琼眼睁睁看着拍卖价一路飙升 从十二万越过十五万大关 又越过了二十万 最后超过了三十万 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杜兆基扭头 这幅画很值得买吗 叶小琼硬着头皮点头 难道二少贤贵 要拍别的了 哪只杜兆基却是一举牌 四十万 拍卖会的主持人精神一振 四十万一次 四十万两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好 四十万三次 成交 画被杜兆基买到了 叶小琼眼睛里有诗意 虽然他短期内根本拿不回画 至少有了努力的目标 他出人头地是为了什么 为了不被人欺负 为了让曾经辜负他的人尝到报应 为了把曾经失去的东西 一件件拿回来 这幅画 只是其中之一 杜兆基本来想拍两件的 买了这幅画就没再入手别的 散场的时候 一个和杜兆基近拍的人走过来 杜兆少 ABC你认识 这种说话你懂欣赏吗 言谈间很是鄙视杜兆基 也是瞧不起度假 暗讽度假是爆发户 拍卖场的人刚把画交接完毕 叶小琼紧紧抱着木盒子 看多二少脸色难看 他心中正是感激之时 于公于私 都不能看着老板吃饼 他道 石周先生出身工匠 早年更为七宫 为别人彩绘洞语 苦学成功后善化人物山水 每幅作品都是严谨周密 刻画如微 再没有人比叶小琼更了解这幅画了 他唯唯道来 声音不及不许 听他讲述 简直是一种享受 叶小琼说完 挑衅的人脸色难看 杜兆基吃笑 听懂了吗 没听懂的话 可以让我们秘书再给你讲一遍 其实懂不懂欣赏不重要 谁的钱多 谁就能买到手 你说对不对 杜兆基扬长而去 都说杜兆少温和 那也得看是对谁 叶小琼抱着盒子跟在后面 等上了车 杜兆基也不灵犀夸奖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 他说着 往前一伸手 捏住叶小琼 衣领处露出的吊牌一脚 一把扯下 叶小琼脸都白了 完了 扯了吊牌 衣服就不能退了 杜兆基弹了弹手指 这套衣服 公司给你报销了 是给你的奖励 穿的太寒酸丢人 穿不取吊牌的衣服 同样丢人 叶小琼低头 谢过老板 心在低血 比起给他报销这套衣服 二少要是把奖励 折算现前该多好 算了 他也不能太贪心 建议二少买下这幅画 已经是出于私心 叶小琼是欢喜又忧愁 40万港币 以他现在的薪水算 他要存多少年 所以 还是他现在赚得太少了 叶小琼偶尔听 秘书士的人提起 杜兆基身边的特助都拿年薪 可惜他进公司的时间太短 学历也不够 叶小琼按按握拳 他还要更努力 公司给报销衣服 要经过财务 夏紫玉知道了这事 却又不明白事情的经过 一知半解 就把叶小琼和杜兆基的关系 往桃色方面去想 想得他自己是脑心脑干 这就是真的蠢而不自知 杜兆基和叶小琼的关系 不过超出了工作范围 何至于一套衣服 都要走公司的账报销 难道杜兆少连一套衣服 都卖不起吗 夏紫玉不仅要执行 杜兆辉的计划 如果他真能将杜兆上迷住 他为什么还要当杜兆辉的棋子 只有等今年的春明会吗 春明会是整个公司都要参加的 不仅是杜兆基 还有最近很少露面的杜称龙 夏紫玉也暗暗着急 他决定冷静观察一下 秘书室这么多人 为何杜兆基独独气中叶小琼 叶小琼也是内地口音 他肯定能和对方搭上话 蓬城 香港发生的一切 夏小兰都不知道 香港离夏小兰的日常生活也远 他虽然答应了唐元月的邀请 却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过去 到了香港 除了能给唐元月搞装修设计 或许还可以趁机想一想 自己的钱要如何兑换成美元出境 在香港注册个公司行不行 周六中午 汤洪恩恩约了刘勇吃饭 饭桌上 丢下了他和刘芬领政结婚的重磅炸弹 刘勇当即整个人都不好了 李凤梅在桌下使劲踹他 这死男人还敢白脸色 是不是傻呀 阿芬和汤市长修成正果还不好啊 处对象的最终目的就是结婚 两人处了一段时间又散掉 才是遗憾呢 刘勇也回过神来 端起酒敬了汤洪恩一杯 以后好好带阿芬 饭桌上 汤洪恩对刘芬很体贴 刘勇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 等大家吃好了饭 他才把夏小兰偷偷叫住 小兰 你妈在京城的服装生意不做了吗 当然要继续做 汤叔叔说了 暂时保持婚前的情况不变 我妈不用来蓬城生活 刘勇松了口气 那就好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谁有权都不如你妈自己有钱好 刘勇就是这样想的 这话还是对夏小兰说的 既然刘芬单独保留了生意 夏小兰也别傻乎乎的 将来结婚后把生意归到了婆家名下 原本的小生意倒不存在 京城的蓝凤凰发展的好 夏小兰的起行更是赚钱 你人就是容易感情用事 刘勇为刘芬和夏小兰是操碎了心 夏小兰听出了刘勇的未尽之词 道 舅舅怎么可能 那是我的事业 事业和婚姻会产生冲突吗 如果周家提出想要她的生意 她和周成都没法继续婚姻好不好 倒不是说钱比周成重要 而是这样的家庭她惹不起 如果要受制于人 被人控制 以夏小兰的性格 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以后单身一辈子好了 眼下看来 舅舅的担忧有点过早 夏小兰不由将自己接触过的周家人 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周家几个当家做主的人 心思都不在赚钱上 周家不是大富 却是大贵 根本不需要太多钱 从前蒋红还找别扭 经过周仪的事 蒋红都和自己亲近起来了 其他人就更不值一提 刘勇嗯哼哼的 反正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从政的嘴皮子都很厉害 汤红恩把阿芬卖了 阿芬没准还要替他数钱呢 夏小兰知道他舅舅心里不大痛快 不过是老岳父的小别扭 过一阵子 见他妈过的幸福也就忘了 长胸如妇嘛 当年没人把刘芬说给夏大军 刘勇自己都是魂不吝 哪能看准人呢 那时候也不图人 是图能吃饱肚子 但这第二次婚姻 是有了选择的机会 刘勇就不想刘芬太着急 夏小兰挽着李凤梅手臂 舅妈 滔滔这份寒假就能过来了吧 明年在哪个小学读书 你们有没有想好 李凤梅也在愁这件事 我想叫你舅舅找个离家近又好的学校 李凤梅嘴里的家 是金沙池的新房子 刘勇连房款都给了 一单元的那套135平方米的样板间 就是他和刘勇还有儿子的新家 房间多才好呢 他还想把滔滔姥姥接到蓬城来 反正把商都的服装店交给娘家嫂子管后 娘家要成她的情 刘勇的远辉又有李家人在打工 李凤梅如今在娘家的地位非常高 李家也早早改了口风 再不说她当初选错了人 夏小兰看着李凤梅笑 道 离金沙池进的小学 这个要找彭秘书呀 找彭秘书 岂不就是找汤洪恩 这才刚刚成一家人 就让人帮忙 李凤梅有点顾虑 夏小兰压低声音 这个盲彭秘书肯定要帮的 都不用惊动汤叔叔 李凤梅糊里糊涂 刘勇却觉得夏小兰话里有话 你啥意思呀 别和舅舅打哑谜 彭秘书马上就要去上部区工作 福田就是上部区管辖 金沙池小区又在福田街道 舅舅您说 这事是不是彭秘书就能解决 彭秘书一直在释放着善意 前些天还狠狠落了圣轩的面子 夏小兰领了别人的好意 自然要有回应 有来有往就是回应 刘勇啊的一声 她这是高升了 是不是高升 还得看彭秘书以后的表现 如果彭秘书没能力 有劳领导提携也没用呀 不给汤红恩当秘书了 彭秘书肯定是不舍又激动 激动绝对要压过不舍 夏小兰就借着刘子涛明年转学的事 拉着刘勇和李凤梅 请彭秘书吃饭 这样的小事 彭秘书一点都不迟疑 打着包票道 一定敢在明年开学前办好 你们就放心吧 现在的刘家人 和以前又有不同 以前是和汤市长亲近 现在真成了一家人 就说这要转学的小孩 是刘芬的侄子 不也是汤市长的侄子吗 市长的侄子都要发愁在哪上学 这事就太搞笑了 就算领导知道了也不会骂他 说到底 这是为了孩子受更好的教育 彭秘 您什么时候去上任 彭秘书笑呵呵的 全然没有以前的高冷 到过了元旦节就去 元旦那可真是没几天啊 夏小兰也把酒杯端起来 和彭秘书 他就不准那些虚头八脑的以茶代酒了 那就祝您彭成万里了 彭成万里 或是彭成万里 而且他又恰好姓彭 不管怎么理解都是好兆头 彭秘书也把酒干了 夏小兰接了唐人月的委托 又和唐人月确认了一下要装修的物业类型 直到是一栋半山别墅后 他心里还是有点发虚的 如果要更改房屋结构 他还真不太敢动手 必须带个信任的帮手去 毛老师倒是厉害 老爷子年纪大了 夏小兰不愿让老爷子太辛苦 他想带王后林去 王后林在岳省建工时 都还没去香港出过差 没想到夏总如此器重他 王后林自然一口答应 宫阳肯定也要去 没有宫阳 夏小兰画不好效果图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恶补一下美术功底 建筑图只是一板一眼数据详实的 装修效果图又是另一回事 王后林要去香港出差的是 很快就传回了岳省建工家属区 他老婆孩子都还在家属区住着 任何一个人忍不住炫耀一两句 整个家属区就都知道了 毛国盛也住在家属区 一听这消息脸立马就黑了 王后林那脖子都能去香港啊 这份工作他早点答应 哪有王后林什么事 金沙池的小区大卖 工期也进展的顺利 如今连周茂通都再也不提叫他去启航上班的事了 毛国盛迟疑了好几回 是不是要和夏小兰说几句软话 到底是拉不下脸 听说王后林都能去香港 毛国盛是坐不住了 第二天就往鹏城跑 在宋大娘面前转来转去 把宋大娘看得头昏 国盛 你是不是有事要说 毛国盛气气爱爱的 小夏 小夏师妹今天去不去金沙池 宋大娘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你找小兰有事 要不你自己先去金沙池等等 夏小兰现在也不用住宾馆了 周五晚上再到鹏城 他和他妈就在汤洪恩在市政府家属院的房子里写的 汤洪恩领着刘芬楼上楼下的介绍 还把屋里每个地方都转了一遍 说这就是刘芬母女俩在鹏城的家 有家的人 还顺什么宾馆呀 宋大娘和毛康山知道 刘芬再婚嫁了市长 但两人也没声张 毛国盛要找人 宋大娘也没说漏嘴 他只能灰溜溜去金沙池等 从早上等到下午 夏小兰愣是没出现 毛国盛傻眼了 人呢 夏小兰顾不上毛国盛同志的玻璃心是不是要碎 毛康山自己都不介意 更不会有人特意通知夏小兰这件事 就算通知了 他此时也没空搭理毛国盛 因为霍尘州真是切而不舍 前几天刚在京城见过面 这下又追到了鹏城 他带来了一份新的项目计划书 直接到了汤洪恩家 当然 现在这也是夏小兰家 霍尘州心情还是挺复杂的 从前他和夏小兰上门都是客人 现在他还是客 夏小兰却成了主人 而他偏偏又需要汤洪恩的援助 这种有求于人的感觉真是不爽 汤洪恩在看他新带来的计划书 刘芬从厨房端出泡好的茶 霍尘州赶紧站起来结果 谢谢刘阿姨 刘芬笑笑 他不知道霍尘州以前多骄傲 还觉得这年轻人挺有礼貌 两次见面的观感都不错 夏小兰也没揭穿 霍经理从前也很礼貌 高傲是藏起来的 现在好像把那份高傲藏得更深了 一般人都发现不了 又或许霍经理发现 宋家人的身份没法指挥汤洪恩后 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 是真的不高傲了吗 小兰你看他 汤洪恩把手里的计划书交给他 夏小兰快速翻动 计划还是霍尘州从前的那份 不过他这次可老是多了 总结来说就是少对政府提要求 多谈对地方经济的贡献 不逼蓬城政府给他各种优惠 就按现行的政策走 夏小兰觉得这份计划书很有诚意 唯独对霍尘州的选址有疑问 罗湖区 霍尘州很敏感 选在罗湖区有问题吗 不没问题 罗湖区怎么会有问题 它虽然不是特区地图上的中心 但距离香港近 仅靠着罗湖火车站 是眼下蓬城最繁华的商贸物流中心地带 整个八十年代 蓬城最繁华的就是这地方 其他地方大多还慌着 夏小兰的金沙池小区卖的洞 是因为福田本来就有了个香蜜弧度家村 又要搞高尔夫球场 要不谁去偏替地方买楼 八十年代看罗湖 到了九十年代 蓬城的发展重心就逐步西移了 以护士宾馆 以及华强北为首的芯片区 逐渐变成蓬城商贸物流办公的中心区 特别是华强北 电子产业兴起后 华强北成为整个亚洲地区 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夏小兰对这些发展都了然在心 她上辈子大学毕业后到蓬城工作 正赶上华强北强势崛起的时期 一想到其中蕴藏的商机 夏小兰都有点热血上头 霍尘州如果是把大楼盖好就卖掉 选在罗湖区是对的 罗湖区现在最热闹 但若要长期持有 还有更好的选择 但霍尘州又不是夏小兰的合伙人 她不愿意开这个口 说得更直白一点 她和霍尘州不熟 没必要当这个散财童子 霍尘州的疑惑没有完全消除 她总觉得夏小兰刚才是要提意见的 追问吧 夏小兰又闭口不谈了 让霍尘州好生郁闷 汤洪恩基本上是赞同她这个计划的 霍尘州高兴归高兴 心里还是不太放心 夏小兰送她下楼的时候 又追问 小兰 你是不是有什么建议 不妨说出来听听 夏小兰摇头 真没有 我觉得你的计划没毛病 她是想通了 滑枪被兴起 不代表罗湖就真的彻底不行 再过三十年 以二手房均价来评估 最贵的也不是福田 而是南山区 罗湖区能排的第三或第四 还是非常给力的 就是少赚和多赚的问题 整体还不是赚 她要是让霍尘州改变了主意 有那么两三年过渡 大楼完全无人问津 这压力还会转嫁到夏小兰身上 她是何苦来哉 非要给自己找事 霍尘州将信将疑 眼下心思换了笑脸 投资了事就算了 我这个项目的设计可是交给你了 没问题吧 夏小兰背后有毛康山 霍尘州也不怕建筑设计会出问题 还能给夏小兰卖个人情 何乱不为呢 夏小兰也答应的爽快 这个肯定没问题 我也看了你的计划书 你要是有更详细的要求 我们随时能沟通 最近有人找她做装修设计 也有人找上门要求她做建筑设计 不管哪种 夏小兰都来者不拒 这么好的实践机会 别人还求之不得呢 夏小兰想到自己经济不宽裕的老师 也没和霍尘州客气 霍大哥 这么大一个项目 你让我自己挑大粮也不可能 我肯定会请毛老师参与其中 要是我自己给你出设计吧 肯定是免费 但你看 那总不能也让毛老师免费吧 凭啥呀 宁艳凡设计了的南海酒店 前后脚也收了四万块钱呢 霍尘州心领神会 道 任何劳动都需要等价交换 自然不会让毛老师白辛苦一场 这个项目的投资不比南海酒店小 东风这边愿意支付毛老师五万华币的报酬 五万华币 夏小兰马马虎虎能接受 这已经是霍尘州给的高价了 他要随便找个设计院 给两万块都有的试人接这个火 夏小兰和霍尘州握手 那我就替老师谢谢贵公司了 霍尘州针对眼睛商业互吹 能请到毛老师出马 是东风的荣幸 呸 荣幸个屁呢 早前南海酒店咋不见你们请毛老师 还不是请问您厌烦 夏小兰也知道老毛同志是臭脾气 南海酒店的投资方要请他 说不定会蹭一鼻子灰 但是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毛炮杖 但现在不一样了吗 夏小兰有把握毛康山会答应 反正他接下这活 毛康山担心他自己一个人搞不好 自然也跟着加入了 夏小兰回京城之前 就去找毛康山说这事 毛国胜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到了金沙池 老师 您这次可一定要帮我 他把霍尘州的委托任务一说 毛康山果然瞪眼 你可真是什么都敢答应 夏小兰厚着脸皮 越即挑战才能鞭策人前进 这不还有您当靠山吗 他是避重就轻 先说是 等毛康山答应了 在轻描淡写的说东风控股给的报酬 他问心有愧 就全孝敬老师了 毛康山根本没意识到这是套路 冲他白手 行 我不和你客气 这报酬我拿了 对了 你说是多少钱来着 是五万华币 国内就这报价 建筑师的待遇太低了 看那些国外的事务所 哎 也是没办法 您只能委屈一下了 大环境如此 没办法 毛康山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你说多少 五万呀 这个钱 给您招几个助手 给助手发发工资和绩效 您手里也不剩多少了 话是这样说 但像王后林这样当次的助手 花了一千块钱随便请 请五个也才五千块 毛康山起码能剩个四万吧 您厌烦不就这样做的吗 要不他怎么有钱能修那么大的工作室 人家是事业和赚钱两不误 不像老毛同志苦哈哈的 毛康山总算从五万华币的报酬中回神 却皱着眉 不赞同夏小兰的说法 请什么助手 你就是我的助手 我告诉你 你的基本功不扎实 等你去了康奈尔大学也是丢人 趁你还没出国 把东风控股这个设计做好 正好磨一磨一个基本功 毛康山是摆明了 不让夏小兰轻松 夏小兰刚才还套路了老师沾沾自喜 现在轮到她叫苦了 老师 我这还有一个月就期末考试了 毛康山才不吃这一套 考试看的是平时的积累 不是让你临阵磨枪 为了考试而临时突击复习的 是短期记忆 考完差不多也忘了 只有平时理解透彻的知识点 才是真正记老吃透的 如果夏小兰因为复习时间不够考不好 证明她平时没把心思放在学业上 毛康山一双眼睛让她无处遁形 也不敢找借口了 道 我画 这次的图都有我自己画 这还差不多 毛康山神色和缓 夏小兰急匆匆地要回京城 毛康山提都没提毛国胜的事 等夏小兰一走 王后林拨着脚过来 毛老 我看国胜兄弟挺想去香港的 要不我和夏总说说 王后林也想通了 香港了 以后可能还有机会去 王后林来启航上班 不仅是高薪待遇 因为毛康山对金沙池的关心 王后林也没少受指点 她非常感谢毛康山的不藏私 把去香港的机会让给毛国胜 毛后林有点不舍 大体上也愿意 她是斟酌再三才来找毛康山说这事 哪知毛康山丝毫不领情 你要和小兰说什么 小兰要带你去 是因为你在启航上班 不然你以为她不能带别人去呀 我还想登月呢 你看美国政府会不会同意 毛康山当然知道儿子毛国胜后悔了 想去香港 想来启航上班 可这世界不是毛国胜说了算 也不是他毛康山说了算 启航是夏小兰的公司 不仅毛国胜要明白这点 王后林也要明白 王后林被骂了一脑袋包 她听懂了毛康山的意思 又羞又愧 再也不敢提要把机会让给谁的话了 这个机会是夏小兰给的 是瞧得起她 她如果不想去 启航现在完全能招到别的建筑工程师过来上班 王后林只能对毛国胜默默说抱歉 毛国胜知道了这事 鼻子里喘得粗气 在航城的郑舒勤也知道了 电话里尖着嗓子问毛国胜 你爸就那么护着外人 生怕你占了谁便宜 他以后真的要靠别人养老了是不是 毛国胜我告诉你 房子我不换了 家里人多 住不下 郑舒勤愿意把房子换回来 是想讨好公婆 可毛康山胳膊往外拐 郑舒勤鼻子都气歪了 他的意思是 毛康山不是偏心夏小兰吗 那以后就靠夏小兰养老好了 毛国胜想和老婆争辩 郑舒勤根本不理他 啪一声挂了电话 怪就怪毛国胜把这事 太早告诉了郑舒勤 在85年能去香港 自然值得炫耀 毛国胜就是一个想法 郑舒勤却觉得十拿九稳 已经忍不住对亲朋好友说了 别人还托他从香港带东西呢 郑舒勤答应的爽快 还拿小本子给寄上了 现在说不能去 他面子上挂不住 被老婆挂了电话 毛国胜心情更不好了 是啊 他爸究竟是咋想的 还真不管亲儿子的死活了 真是要靠下小兰养老 人家毕竟是个外人 现在图他爸能帮上忙 再过几年 发现派不上用场了 还不是撇一遍吗 就说同样是在金沙池帮忙 王后林一个月拿六百块 咋不说给他爸开多少工资 这不是白使唤人吗 毛国胜一肚子的火气憋着 等他父母看清下小兰精明的真面目 那时候他就有话说了 这就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不是夏小兰不给工资 是老毛同志根本不要 但毛康山和宋大娘 在鹏城生活 夏小兰怎么可能让他们花钱 现在是还租房住 租房的钱 夏小兰坚持要给 平常的日用品 他有空就他送过去 他不在鹏城时 全让葛剑负责 从衣服鞋袜 到淡奶肉和米面油 是样样都没让宋大娘操过心 当然 就算知道了毛国胜的想法 夏小兰也会一笑了之 从第一次去毛家 发现毛康山和宋大娘住顶楼 毛国胜和郑淑琴 换走了更好的三楼 夏小兰就没对这夫妻俩 抱多大的希望 能改过来当然最好 改不过来 毛老师和师娘 也不用靠毛国胜两口子养老 夏小兰难道还要拿着高音喇叭 到处喊 他送了一套房子给毛老师和宋师娘啊 做多做少 在于问心无愧 而不是获得毛国胜 或者别人的认可 毛国胜那边 夏小兰是顾不上在乎 倒是回京的机场 夏小兰再度和季亚重逢 没瞧见即将圆 只有季亚和乔治 非常罕见的 乔治和季亚居然在争执 在机场这种地方争执 乔治挥舞着手臂 看起来十分生气 那不是一笔小钱 五百万华币 换成美元都有一百多万 这不是理智的商业贷款 上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季亚的脸色更难看了 要不是杨成回京城的航班太少 他也不至于总是和夏小兰碰面 还让夏小兰看到他和乔治的争执 这对季亚来说太丢脸了 他挺直了背 冷着脸道 这是我的生意 贷款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希望你能尊重我 不管是赚是亏 这笔钱不需要你来承担 夏小兰发誓 自己是拼了命要忍住的 可这一瞬间 他还是破功了没忍住 是赚还好说 是亏的话 五百万华币 价拿什么缓 我来自已能赚是 我来自杨的 这一瞬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